中国疫情升温,药物需求大增 疫情指挥中心发现 国内普拿藤出现了大量收购的情况 呼吁民众不要大量购买,转寄到国外 而至于国内的疫情 境外移入个案当中 有减出了一例是BF.7 是从中国入境 而这也是目前北京主要的流行株 指挥中心将会密切的注意 新冠本土疫情连续十天升温后稍微缓降 十九号周一新增一万零三百一十七例本土病例 中重症有三十二例,死亡则有二十三例 另外最新Omicron变异株定序结果也出炉 本土仍以BA.5为主 不过境外移入部分,各减出一例 BA.5及BF.7 都是从中国入境 两岸疫情都升温 中国近期出现退烧药抢购潮 就连香港的普拿藤也被抢购一空 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证实 国内也出现大量收购情况 呼吁民众还有其他同成分药品可买 千万不要大量采购转积国外 此外距离农历春节只剩一个多月 不少民众关切金马小三通何时重新开放 日前指挥官王必胜还亲自到金门市场入境 检疫流程 王必胜重申已经把防疫评估交给陆委会 一旦他开放了这个小三通之后 那如果说中转的这个旅客 他的这个确诊人数多 或者是有症状的人数多的情况 那么我想还是会对这个离岛的医疗 或防疫的这个产生很大的这个冲击 王必胜强调目前中国疫情持续往上攀升 估计不久将达到高峰 因此小三通重启必须妥善因应 至于具体复航时间点将交由决策单位来宣布